跟这个男朋友的这个远距离的恋爱 心情是非常的害怕的 然后就没有那种安全感 就把家境说的心思告诉了太阳公公 真的很感恩 开始了这个远距离恋爱之后呢 越来越甜蜜越来越浪漫 做了太阳里面做远法之后 其实家境是贵人长绕 就是不管遇到了什么事情 总是会有贵人的及时写件 帮助家境解决一切的问题 还有困难 那家境就有一天 就是要打油的时候 不小心把汽车的钥匙 然后电货还有钱包 也留在车里面 然后汽车是自动的搬锁了 那个时候家境是很无助的 也很害怕 就在那个油站的天空旁边 那家境就跟太阳公公说了 那希望他肯定要帮助家境 好让家境可以遇到贵人 很感恩哦 当时候呢 就汽车公公把这个贵人呢 就是呢 派到了家境身边 那这个贵人呢 不只呢 把这个电话呢 借给了家境 那家境可以打电话给家人 那家人把这个备份小时呢 收到油站来给家境以外呢 然后呢 还给了家境50令吉 说呢 要啊 让家境呢 保护自己 那特别的感恩 就是做太阳里面做远法之后 就不管家境遇到了什么事情 总是贵人写线 然后呢 总是有贵人的付出 以前其实是家境去买东西的时候 就其实是家境是付钱给人家的 但是呢 总是会受到人家黑脸对待 加入了超码 然后人间一天比一天都越来越好的 去到哪里呢 都受到人家疼爱的感觉 真的非常的好 形象上啊 其实也获得了大大的提升 就是不管去到哪里呢 家境都觉得 哎 自己可以绽放光吗 然后呢 就是受到大家的注目 爱戴 进入了超码之后呢 其实感恩天地远走 赐给了家境一个很好的印象 这段爱情越来越甜蜜 越来越浪漫 越来越辛苦 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呢 家境就开始了 跟这一个男朋友的 这个远距离的恋爱 因为家境就被叫 派回了这个家乡之教 当时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心情是非常的害怕的 然后就没有那种安全感 就把家境说的心 是告诉了太阳公公 希望太阳公公 能够保护家境的这段感情 让这段感情越来越甜蜜 越来越浪漫 越来越有那种笃定感 幸福感 真的很感恩天地远 做好看伯伯的眷顾 大家这段感情 其实在家境开始 这个远距离恋爱之后呢 越来越甜蜜 越来越浪漫 可以说是无较势气的 那我们之间呢 就是更珍惜 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 家境的爸爸 就是在今年的这个 两个月前吧 就是呢 确诊了 患上了这个新冠病毒的时候 那时候新冠病的时候 其实是蛮担心 也蛮害怕的 也很神奇的 其实跟太阳公公说了之后呢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这个症状 其实症状是很轻微的 那也短短的在这个五天的时间里呢 就完全已经是痊愈了 所以真的特别的感恩 太阳公公的眷顾 然后呢 做了太阳连转运法之后 其实家境的感情 事业啊 那家庭呢 都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允满的 然后呢 在这里呢 就是家境呢 好像胡亿归超马家人 那大家呢 一起呢 来呢 做这个太阳连转运法 因为我们觉得 天方夜谭的东西 其实真的 做了太阳连转运法之后 真的是 所有的奇迹都会出现 然后我们每一天 都会幸福满满的 做这个太阳运法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